偽禁啊 因為太帥 其他人都還好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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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啊 什麼意思啊 妳今天有點奇怪 妳怪可愛 嗨 達人秀的粉絲朋友大家好 我是秀樓俊碩 新專題找小派單營製作人 過程中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嗎 就是他會 時不時就說我的想法很老 不懂一些智慧啊 用語啊 其實這次找小派當製作人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希望我可以吸收一點 就是年輕人的能量 因為他小我四歲 對啊 我三十了 你才三十 我們最近都同年了 那妳們也不年輕了 對 妳們也不年輕了 好嗎 覺得製作這張專題最大的挑戰是 這張專題最大的挑戰就是要在 很有限很有限的時間內 把它做出來 訓練超忙的嘛 就是要 商演啊 然後 海外巡演啊 團體的啊 個人的演唱會啊 所以要伸出時間很困難 然後小派現在又震猴了 所以他也很難伸出時間 所以我們都要挑那種 半夜的時間來錄影 WiTuber在講述情緒勒索 什麼契機讓你想寫下這首歌呢 好像每一個時期都會 時不時就有些人要情樂你 不管是朋友啊 還是親情啊 或者是粉絲之間啊 之前就是粉絲都一直覺得 為什麼我在路上可以跟路人合照 但是有時候他們來等我下班 就不能拍照 因為有時候我就累 然後不想拍 我想拍的時候就會拍 生活中最受不了哪種情緒勒索 對 我任何形式我都很討厭 剛剛記者問我說 就是為什麼不找朋友去我的婚禮 他們也是我的朋友啊 這就是很標準的情樂 我不要 你剛剛演唱回他了 對 在寫Q4Lover就打算求婚了嗎 室友第一次聽到有什麼反應嗎 欸 是 這有多年嗎 求婚這件事情準備了半年多吧 那室友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反應 他那時候不知道我要求婚 然後他也以為就這只是一個 七週年的一首歌這樣子 然後他是到 求婚婚之後 然後他才回去再仔細看一次這個歌詞跟內容 然後他才覺得 覺得很感動 有沒有機會拍成MV 應該是不會了 對啊 我覺得也沒必要 因為拍MV太矯情了 反正大家就是有聽到看到就好 你知道嗎 就這樣 我可以演一隻腳 蛤 怎麼樣你要演反白是不是 嗯 沒有反白 不然要演 不然要演 我當提那個群白 可以嗎 這個不情樂吧 這個不情樂吧 不是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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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感情就沒有情樂 這張專題 出導MV中 有沒有哪一隻讓你印象最深刻 哇其實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這一次專輯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就是 做這張專輯的時候變得比較有錢 就是有預算 所以可以我在每一支MV啊 或是每一首歌的作品都可以找不一樣專業的人去合作 像Ryze就是找了益展 然後益展找了六個導演 所以Ryze那支MV有六個導演一起合拍 像Jaspery Goff導演是小五 小五他就專門拍樂團的人 一首歌導演是體育老師 然後也是我很想要合作的導演 然後一直以來都很想要跟檔期合作 這次終於可以有 然後再來就是 Runner Runner 其實算是跟馬丁的第一次比較大的合作 應該說是最超乎我原本的想像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只是想出一個簡單的至今 然後就沒想到 大家造型完之後 弄出來真的每一個人都很像還原 尤其蕭志偉 好像是本人走出來 這張專輯中覺得哪首歌最貼切自己的現況 應該是Smile Face這首歌吧 Whatever啊 Judas這些歌都是有點在對別人 比如說不要情惱我啊 我不要去活在別人的空架裡面啊 然後都是一個對外人的回應 然後Smile Face就是一個 回到自己內心的一個心態調整 就覺得不管是任何外界對我的事情 如果我會被影響 都是我自己心態可能沒有調整好 如果當我自己內心我都不在乎 那別人說什麼都不太重要 I keep a smell on my face Yeah 外界喧嘯離我越來越遠 有心動證明我是誰是說是對 Yeah That's me 說過的話的兌現 小邊下站鐵 由小邊出口題 共出八題 答錯兩題以上 就要進行懲罰 請用五個字形容這次的心酸 3 2 1 非常好聽 嗯 蛤 你一直在哪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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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和粉絲一起打電梯 放了一個臭酸味的屁 你會說什麼 六個字喔 真的不是我啦 請說出室友最喜歡自己哪個部位 三個字 3 2 1 內在 三個字耶 你是說的字 喔 三個字 三個字啊 我說內在啊 內在啊 會凹 會凹 算不算嗎 內在啊 那是先扣零劫 如果你今天單身的話 會選擇五間屏中的誰當另一半 為什麼 為什麼要講七個字 偽禁啊 因為太帥 其他人都還好 喔 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了 沒有開玩笑的啦 請問一下 Ronger Ronger這首歌中 唱到Ronger有幾次 3 2 1 20次 錯 40次 錯 80次 72次 超多 我在這邊數到好累 RongerMV中 你的眼上全印有幾個 10個 錯 12個 錯 9個 對 那你還是錯 Ronger 不是 不是 是再次 不可能是Rice吧 不是 叫她不要再唱 她真的是陰癡欸 我剛剛不聽不聽 喔 是你喔 蛤 是 你也很強耶 你真的不要再唱 你真的硬死人 我不要也不要再唱 我有一首歌是你見 你自己也想落 我和什麼遙遠 2 答對了 好強喔 好強喔 打給五間錢的團員 並在一分鐘內誘導說出 你身材好讚 嗯 嗯 哇 哇 哇 我的天啊 什麼意思啊 欸 我愛你 啊 我跟你講 你最近 你身材練得不錯 沒有啊 那 那我身材怎麼樣 你身材 很讚啊 你真的很棒耶 你真的很棒耶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在錄達人秀 而且我只要讓你 在一分鐘內跟我說 你的身材很讚 就好 就成功了 蛤 完美的詞耶 對啊 超棒 好 再來去打球吧 拜拜 我是最後一個打給你 哈哈 柔俊碩突襲辦公室三位小編 講冷笑話或聊妹 只要讓小編笑出來 成功一位獲得六秒宣傳時間 你跟白噪音一樣吵 我每晚都要聽著你的聲音 才可以睡著 謝謝 謝謝 你可以回座了 你現在這是你自己想的嗎 對 沒有 這是李仁哥想的 講個笑話給你 我 好 你說 小賴 講完了 你這個反應我很喜歡 你坐好 你還記得 我跟凡凡第一次見面 在哪一間餐廳嗎 假分 沒有 我只是 這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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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太懷念了好不好 太懷念了 你今天有點奇怪 你怪可愛 你怪可愛 好可怕 最新的專輯叫Ryce 然後他非常好聽 找了小派製作人 然後他總共有十一首歌 每一首歌 不同曲風 希望大家喜歡 我最近是很糟糕 很容易對別人心動 只是剛好心動的人都是你 我要笑嗎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這是撩妹的不是笑話 什麼叫做我要笑嗎 不是 媽媽 老婆 奶奶 誰跟你沒有寫有關係 你怎麼想那麼久 因為我們不想要叫你老婆 好可怕 好可怕